桃園機場如果早上起飛 半夜就要先租到桃園 或者凌晨兩三點 故意不車 帶到桃園機場 中部百姓的苦韓國瑜 聽到了 國際機場的興建 是未來積極實現的重點 我覺得未來這個國際大機場 太需要了 所以一定會研究來辦理 我對這個方面 我開始是非常積極的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韓國瑜 4號在南投展開傾聽之旅 在埔里跟觀光業者展開座談 韓國瑜計畫成立觀光部 來振興觀光 我們現在觀光局 大概是在交通部下屬 而且一年在40多億到50億的預算 可是未來如果我們把觀光業 影響到將近30種行業 國內影響到30種行業 顯然觀光部必須要成立 強調振興觀光 要從根本做起 而不是曇花一現的優惠措施 韓國瑜也提醒觀光業者 一定要換位思考 絕對不能鼓方自賞 整個觀光產業 我們一定要換位思考 我們絕對不能自己鼓方自賞 自己看自己這麼爽 你要站在觀光客的立場來看 我們有什麼誘因跟條件 去吸引人家來 除此之外 韓國瑜希望針對 農 魚 花卉和文創等產品 成立共享平台 讓台灣特色產品更加的流通 增加業者賺錢的機會 記者陳正報 王一仲 SNG小組 南投報導 kraut